今天这回书敢叫 刺涵 当然是简称了 什么叫刺涵呢 全称就是这个礼拜的大事 韩国指控中国渔船船长 涉嫌赐死韩国海洋警察警长 李长浩是下围棋的李清浩警长 这是星期一发生的事 到本周二 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玻璃碎了 有报道说枪击 这也是简称 全称是鸟枪击的 就是说是怀疑拿气枪打的 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赶紧出来声明说经过调查 不是枪击啊 鸟枪也不击 就是也不是鸟枪击的 但甭管怎么说 这个礼拜中韩之间呢 可是啊 有一片碎玻璃片 怎么讲 据韩国媒体的报道讲啊 说这个中国渔船的这个船长正是拿着这么一片碎玻璃片 刺死的韩国警长 那您说中国这城船长他比荆轲还能 这海警警长穿着防弹衣啊 他愣能拿一碎玻璃片刺死防弹衣 还不见得啊 世界船长沈勇 我倒觉得啊 是本周中韩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何该有事 这个东西啊 真也就是当时一股子寸劲 酿出大事端 这事儿出来以后 轩然大波 事情就发生在12月12号 星期一早上五点半 韩国海警内巡逻艇啊 就在那片海上巡逻 发现两艘中国渔船 这个情况他们倒不陌生啊 经常处理 发现两艘中国渔船 那其中一艘啊 就是出事的这一艘叫鲁文鱼15001 你看这鲁显然是山东地 好 然后这个海警啊 放下巡逻艇小艇 坐小快艇啊 这个警长李清浩和另一个海警 就登上了鲁文鱼15001 进了驾驶室 控制了船长 程某 这个时间 大概是早上的六点半 照韩国海警讲 说一般情况下啊 只要进了驾驶室把先把船长给控制住啊 就事情就没什么了 因为这个其他船员呢 也不会这个反抗啊 头都给人摁住了吗 但是那天的这个情况有点反常 就在他们刚刚控制住这个城船长的时候 这个鲁文鱼001号的这个渔船呢 突然之间天翻地覆 为什么 因为另一艘中国渔船 据韩媒报道说啊 这另一艘中国渔船 此时从侧面猛力冲撞 这艘渔船 鲁文鱼15001 这一下子船上撞的个人仰马帆 一片人仰马帆之后 大家再瞧 俩海警已然躺地上了 那个警长李清浩 发现的时候 胸部肋部多处受伤 说他刺死了 其实另一个海警也给弄伤了 说是肚子上腹部这个有伤 而这个城船长呢 也有伤 脸上也挂了彩 那这怎么回事呢 那最初韩国方面讲啊 就韩国仁川的这个海警部门 跟韩国的媒体说 说是啊 就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城船长 中国的这个城船长 打碎玻璃窗 拿到玻璃片 就赐我们警长和我们警员 当即这个李清浩就被送往医院 三个小时之后 李清浩在医院不治身亡 那么韩国的这个媒体啊 一开始说是这个玻璃片 后来呢 越来越多的媒体啊 倾向于说啊 是一把刀 说中国船长是刀刺的 甚至我还在香港见到一种报道的说法 说啊 是这个韩国海警打的那个爆音弹 大概为了驱逐渔船 打那个爆音弹的那个弹片碎片 刺的 说法很多 咱们就先看一段 当时啊 这个韩国电视台的报道 어제 새벽 中国河선 두 척은 인천 옹진군 소청도 南서쪽 85km 해상 우리 측 해역에서 불법 조업을 자행했습니다 해경特工대원은 납포 작전에 들어갔고 체포 과정에서 특工대원 이청호 경장이 중국인 선장이 휘두른 흉기에 찔려 숨졌습니다 惨案发生后 中国这程船长和他的八名船员 被这个韩国海警拘留 连夜的侦询 可是在审讯当中啊 程船长说 我没杀人 甚至我没有使用凶器 那驾驶势力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现在这孩子 等待调查的取证的结果 但是有个问题 咱们可以问 到底为了什么 让中国渔民跟韩国海警啊 能够以命相搏呀 这玩命了 我这一查资料啊 才看出怎么样 从量变到质变 原来光是韩国海警的记录啊 这种冲突啊 近就是这五年来 已经发生多少回 您猜猜 2000多回了 所以在这个长期以来如此频繁的跟这个韩国海警的海上游击战当中 我国渔民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战术 比方说 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渔船啊 在周围装上铁丝网 而且在这个船边上啊 还竖起一股股的钢叉 你这样 韩国海警没法往上爬 没法从侧面往上爬 逼得他们呢 只能从咱们渔船的船尾登船 可是这样 挺危险 因为这个螺旋角在船尾呢 当然相比之下 你这个韩国海警那是现代化呀 有这个舰艇 有这个直升机什么的 但是 现代化的韩国海警 在去年有一回 他们惊讶的发现 中国的渔民 又有了新战术 我看这种战术 来自于咱们的三国演义 连环套 不是连环计 您看 就十几艘这个中国渔船呢 共同进退 跟这个韩国海警对抗 而且几十个中国渔民 就这站的就围成一圈啊 他们就站在船的这个 呃 外眼啊 在这呼喝 呐喊啊 手持18分兵器 当然都是古代的 这18分兵器 什么 还有扔铁块 啊 竹枪啊 木棒 什么这也就这些个玩意儿 跟这个 不让韩国海警登船 你当然相比之下 韩国海警那是武装到牙齿啊 他们海上游艇 天上有机啊 直升机 从直升机上打催泪弹 打照明弹 跟这个中国渔船呢 经常展开这种立体作战 根据韩国海洋警察厅的资料显示 2004年到2007年4年间 韩国海警共计扣留2037艘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 今年1月到10月间 韩国西部海警厅扣留了290多艘中国渔船 平均每天一艘 到了11月 近16日17日两天 韩国海警扣押了26艘中国渔船 甚至闹出人命 也不是头一次了 2008年9月的时候 有一个韩国海警登上一艘中国渔船检查 混乱当中呢 他掉海里了 他掉海里了 掉海里捞上来呢 捞出来就已经是死了 当时怀疑呢 是遭到顿气击打 但是呢 你这个查无实据 而且死的不光有韩国人呢 去年12月 一艘韩国海警的这个巡逻船呢 挺啊 撞咱们的渔船 那导致这个渔民呢 一死一失踪 但是因为这两件案子啊 没有明显的谋杀的嫌疑 所以呢 当时啊 没有在咱们国内引起那么大的这个舆论关注 可是啊 在韩国啊 曾经闹翻了天 就像2008年9月 我刚才说韩国海警掉海里死了这事啊 这事发生之后 韩国海洋警察厅感觉是没周年了 因为呢 他祭出一项举措 向全国人民征集啊 好点子 对付中国渔船的好点子 这家伙征集上来的这个方案啊 听说初选就300多个啊 这个韩国人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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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夜响啊 献计献措 选出来六个点子算是最优胜的 但是听起来呢 主要以防御为主 比方说有什么点子呢 说啊 我们这个韩国海警要采用这个强力一种强力的探照灯 这种灯啊 一下子能让中国渔民瞬间失明 那看不见 再有呃给我们的海警弄点那个夜光的物体身上装点这个掉海里的时候能看得见 好救你说是不是也防御为主呢 就是说他评出来的最佳的那个点子是一个海警提出来的 他说呀 还是要加强镇压设备 什么镇压设备呢 他说要给我们海警啊 配备那种可以护住脖子后边的这个镇压的头盔啊 要要给能够能护住这个镇镇压的头盔而且呢还要给我们那种特殊的救生衣 我们掉到海里啊 这种救生衣能保温啊 可以海警呢 淹在海里头长期的也不会有事啊 等着人来救 这听起来还是防御为主啊 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啊 就这种冲突啊 已然到了近身肉搏的阶段 闹了斗了这么几多年 那到底是为哪般